2018年已经来到尾声了 回顾第一年 娱乐圈失去了好几位的名人 仅仅的两个月 就有几位我们熟悉的娱乐圈名人 相继李氏 香港演员月华在10月20日病逝 同月25日 前阳之主持人李勇病逝 同月30日 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病逝 10月灰暗的结束后 11月不平静的开始了 11月初 香港演员蓝杰英被发现在家中离世 经推算已经离世两天 于11月1日离世 11月2日 香港加和机馆创办员周文怀离世 11月12日 Mafel之父San Lee也离世了 如果你是Mafel的电影粉 你一定看过他在电影里客串的画面 San Lee一手打造了许多Mafel的英雄 捧红了许多的演员 而在他离世前 亲自主手打造的最后一个英雄角色 是邓紫棋 同样的 金庸也创造了许多的武侠英雄 中期两位创造了无数英雄人物的大师 都在2018年离世 也都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路 以及那一刻陪伴我们整大的武侠世界 和宝贝尔世界 愿2018年仅剩下了一个多月 可以有更多顿便的好消息 让2018有个圆满结束